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我叫马松来自苏丹 现在在寄存机学院 当副教授 在寄存机学院 叫面向对象变成 已经在这里一年多 五年前来到中国 学习硕士 毕业之后在一家 工业公司工作 后来来到这里 因为喜欢这个职业 教学 所以来到这里 给大家上这门课 OK 来到中国之前 我确实没有觉得 这里很发达 来到之后才发现 这里 转发达 比较很发达的现状 我来中国那时候 不会说中文 也没有机会 跟当地人交流 现在因为我可以说中文 所以我可以跟当地人交流 我可以感受他们的 对外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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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s 所以我现在觉得 中国人对于我们 很 很友好 来到中国之后才发现 也发现 中国年轻人特别的 有 knowledge 的 沟通 跟一个二十年 做以下的年轻人 没有障碍的问题 我觉得自己很 幸运 来到这里 而且毕业之后 也可以当老师 也非常 很 非常好的机会 我也是毕业之后 建议很多 我在苏东的学生 和朋友 他们现在也是 在中国学习 你的成绩很好 你表现很优秀 当然你在中国 可以找 你适合自己的 那个 岗位 Why love teaching 因为可以分享 你学的东西 给别人 你努力很多年 我从幼儿园 到现在 二十年多 在学习 然后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别人 给别人学习 不是更好 对 我觉得这个 这是我的 思考方式 对 我现在在 马来亚大学 读博士 我希望毕业之后 能把那个 知识 也是传给 我现在的学生 研究这个 AI方面 也是传给 中国年轻人 也给他们 新的机会 也让他们研究 这个方面 我现在在 成熟一年多 我可以 我可以说 已经适应了 这个环境 按照要求 我 需要满四年 四年之后 可以证实 中国的旅客 我现在可以说 这是我的五年 以后的这个目标 我可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